这对姐妹正在合理洗澡 突然河面上飘了一具尸体 女孩瞪大眼睛愣住 姐姐你在看什么 嗯 没事 没事 姐姐急忙用手捂住妹妹的眼睛 然后一脚将尸体瞪开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年仅六岁的她 有超越同龄人的冷静 女孩名叫五月 就在几天前 她还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父母健在 一个爱护自己的奶奶 一个调皮捣蛋的妹妹八月 一只可爱的宠物小狗阿宝 家里虽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父母都是知书实力 起码生活无忧 可惜战争的到来粉碎了这一切 美好温暖的生活被粉碎了 日军闯进了南京城 在城里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年幼的妹妹八月还不懂发生了什么 但姐姐五月似乎感知到了不安 晚上母亲在饭桌上不停地抱怨 应该早点离开南京 然而身为教师的父亲 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更何况他们家也不是有钱人 想走又能走到哪里去 第二天一早 周围的邻居都纷纷开始逃离 母亲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他让女儿练习快速奔跑 教会两个女儿 在厄运降临的时候要快速逃命 甚至还在家里挖起了地道 试图在危难来临时进行躲避 但幼小的姐妹俩还不明白战争的残酷 以为母亲只是在跟他们玩游戏 但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几声枪响传来 父亲急忙抱起女儿躲进屋里 南京城里县 日军在城里疯狂烧杀强掠 六朝古都就此沦为人间炼狱 整座南京四处哀红遍野 到了晚上父亲发现今早出城的人全部都回来了 日军封锁了出城的路 掏回来的人们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他们不识 简直不识 听着大家诉说日军的暴行 母亲不由地感到振振心慌 然而更加不幸的是 家里的存粮所剩无几 照这样下去 还没等日军杀过来一家人就先乐死了 而正在修缮房屋的父亲 心神不灵下弄伤了手 母亲见状虽然嘴上忍不住说教 这么大的人还这么不小心 但他还是贴心的给父亲上了药 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毕竟大人可以乐上几天 但孩子可支撑不了多久 于是父亲只好冒着危险去往即逝 可知道晚上也没有回来 一家人忧心忡忡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小狗的叫喊声 妈妈打开门一看 果然是阿宝 可是他竟然拖回了一只人手 看到断手上的伤痕 母亲知道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他的心如坠冰哭 忍不住躲进房间偷偷哭了出来 董事的五月也察觉到了什么 他没有哭 因为他知道不能再让母亲难过了 片刻后 母亲也从悲伤中缓过身来 如今家里没了男人 他就成了唯一的顶梁柱 无论如何也必须坚强起来 他把所有东西搬去楼上 再把楼梯给狠狠砍断 然后把阁楼盖成密室 希望厄云降临的时候 可以保住两个女儿的性命 没过多久 日军又开始扫荡 母亲赶紧让姐妹俩躲进阁楼不要出声 而她和婆婆则留下来应付鬼子 结果婆婆遭遭杀害 至于她则成了日军发泄的工具 楼上的五月则是捂住妹妹的嘴 听着楼下传来的惨叫声 她只能强迫自己冷静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楼下终于安静了 母亲一身血迹地爬上了阁楼 尽管自己身心全被日军摧残 但好在孩子是安全的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妹妹八月因为过度惊吓发起了高烧 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 母亲担心她扛不过去 于是在叮嘱五月不要乱跑后 就准备替儿走险外出寻找退烧药 一时间五月想到了父亲的遭遇 她担心母亲会一样有去无回 便悄悄跟在了身后 但很快她就被母亲发现了 这让母亲很气愤 可现在不是责备孩子的时候 她只好带着五月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再要铺垫老板这里拿到药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被巡逻的日军发现了 这是南京大屠杀正式发生的一幕 眼前的女人正被鬼子残忍地糟蹋 却看到女儿还没有跑远 于是她用最后的力气喊道 听着母亲绝望的呼喊 五月只能哭着转身逃离 知道这一刻她才明白 为什么前几天 母亲非要让自己和妹妹练习跑步 就这样五月一直哭着跑回了家 接着把带回来的退烧药给了妹妹 第二天妹妹的高烧终于退下去了 经历了这些事情后 五月成长了许多 不再哭泣 遇到事情沉着冷静 但妹妹醒来后一直问母亲去哪了 五月只好不断地安慰她 说母亲去找爸爸了 很快就会回来 但五月心里清楚母亲可能凶多吉少 可此时的南京成了一片废墟 姐妹俩只能漫无目的在街上的行走 幸运的是 她们遇到了一个好心的修女 得到了一些吃的和药膏 随后在修女的嘱咐下 五月带着妹妹来到河边洗澡 因为妹妹身上长满了疹子 只有洗澡后才能涂药 也就在这时 河面上飘来一具尸体 而此时的五月 已经不是那个不安事事的小女孩了 为了不让妹妹受到惊吓 她捂住了妹妹的眼睛 接着一脚把尸体踢开 等洗完澡涂完药后 五月又带着妹妹去往难民集中营 或许是上天可灵这两个小女孩 在姐妹俩排队领事务的时候 舅舅找到了她们 原来舅舅前不久 得知了南京沦陷的消息 一连几天没得到妹妹一家的信息 便急忙赶来寻找 在得知一家人只剩下姐妹俩后 舅舅悲痛万分 可眼下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离开这里 于是当天晚上 舅舅带着姐妹俩打算趁着夜色 乘船离开了南京 却不想还是被岸上的日军发现 砰砰几声枪响 船夫和几名乘客纷纷遇难 舅舅只能一边护着两个外甥女 一边拼命划船 然后用卢尾掩盖船体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回到舅舅家后 姐妹俩的衣食住行总算有了着落 舅舅和舅妈对她们都很好 可是外婆却不喜欢她们 因为她重男轻女 加上在这个战争的时期 家里多养两个人 就代表家庭的负担更重了 看着脏兮兮的姐妹俩 外婆脸上满是嫌弃 急忙吩咐管家带她们下去洗澡 而一旁的舅舅舅妈 却习惯性地当儿边风 带着姐妹俩来到儿子天宝面前 想让她们双方认识一下 可天宝却嫌弃地说 女的女的女的 一家子都是女的 舅舅一听就要说叫天宝 可却被护肚子的外婆拦住了 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官孙子受委屈 无奈舅舅只能罢休 接着对着姐妹俩说 让她们把这里当自己家 练以前的日子 那时候一天打打闹闹是多么的幸福啊 可如今却怎么都回不去了 因为日军公婆南京 本来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年仅六岁的五岳 只能带着妹妹去投奔舅舅家 可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受 外婆疯狂地给孙子夹揉 兜她喂成了小胖子 然而对一旁的两个外孙女不管不顾 甚至得知姐妹俩身上长了湿疹 她的第一反应就害怕她们传染给孙子 这样的疏离和区别 让五岳感受到了这里始终不属于自己 但为了更好的照顾妹妹 她也只能默默认受 一天外婆带着三个孩子去寺庙上乡 而天宝却耐不住性子 拉着妹妹八岳就偷偷溜了出去 五岳看到后本想出手阻拦 但看到这里是寺庙圣地 于是放不下妹妹的她也跟了出去 三个孩子来了一出卤尾当玩耍 可这是八岳看到一个人影闪过 吓得她大叫有鬼 不信邪的八岳冲到最前面想看个究竟 然而什么都没发现 倒是看到了几幅画 上面全是日军在南京屠杀的惨状 天宝和八岳哪里见过这场景 直接吓得转身就跑 都留五岳一人不知在沉思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窜了出来 本以为会把五岳吓一跳 可他却一眼看出 这个人影就是前不久自己帮助过的南海 那天日军刚刚入侵南京 所有人都在想办法逃离 而在慌落的人群中 五岳看见了一个扶着老人的南海 见他身上的东西洒落一地 并好心地上前帮忙 南海对他表示感谢 脸上的笑容充满了天真与无忧 可如今南海的眼神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天真 有的只是仇恨和愤怒 不过他似乎再就不认识自己了 但五岳却对他产生了心心相惜之感 我也是南京来的 南海文言这才想起了他 因为逃亡的那天 他们一家遇到日军的屠杀 父母为了保护他将他护在身下 自己则是惨死于日军的枪下 而南海在逃出南京后 被一个住在芦苇当的老人好心收留 于是他一边割芦苇维持生计 一边继续学习画画 他要将自己看到的日军的暴行都画了下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 三个没了亲人的孩子渐渐清静起来 但不幸的是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这里 一次防空演习中 学生们照旧的躲进桌下 可这是南海却冲了进来 好在他们及时跑出教室 这才没有造成伤亡 然而还没等五岳缓过神来 一个不好的消息就传来了 舅舅在这场灾难中被炸死 而舅妈破于生计 已经无法继续照顾五岳和八岳了 就这样姐妹俩再次成为了孤儿 无处可去的他们 只好去找男孩商量一起逃离 但在离开之前 三个孩子来到江边和去世的亲人道别 因为他们相信 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都已经变成云 而云泽华成羽最后落到了长江之中 至此电影结束 本片名为五岳八岳 该片通过孩子的视角 来表现南京大屠杀那场人间悲剧 视角独特利益新颖 从最初两个孩子的眼神中 对战争的无知懵懂 到后来目光中的沧桑 压抑于粉门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战争可以杀戮一切 包括孩子们的欢乐 尽管该片在画面上追求美感 比如绿意融融的芦苇荡 雕刻着精美冲灵的老屋 和石头铺旧的小巷 但在七枚与惨烈中 大家很难发现美 只有撕心裂肺的悲壮